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一天坐在台上的这些主办的员员 要捡款 我也不知道 我就真的被认知了 一方面又说 这个位置有两千万 我整个都被吓坏了 做这件事情要两千万 坦白讲我的道心 在那时候来讲的道心 是受到很大的一个考验 这个团体是怎么一个团体 上人就慢慢慢慢把这个话就讲出来了 财布师还是真的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我也慢慢的了解 其实财布师是很容易 要向所有师兄师姐 他每天去做法布师跟无畏布师来讲的话 其实容董来讲是最容易做到的一件事 那时候上人已经陆续在讲 说我们去任何慈悸人家里 任何社会人士家里去 不管他是谁 基本上我们是木星 并不是木钱 有人说慈悸是一个吸金器 慈悸很有钱或怎么样子 切切实实的这些所谓的误会 还在社会上 但是究竟如何让更多的人 他们是富有的人 能够成为富中之富的人 其实在慈悸的路上来说 还是有很长的路 要继续走 感谢观看